Hello 大家好 我是733 喜叉叉的CF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避免網路的購物陷阱 這裡唯有五字口訣要送給大家 查價信支付 首先查 在購買產品之前先查詢該公司存在的真實性 又或者你也可以到馬來西亞商業罪犯調查局這邊 去查詢他的銀行戶口是否曾經被調查 接下來第二點 價格的價 價差的價 詐騙集團通常會用很便宜的價格來吸引消費者一步一步陷入詐騙陷阱 所以如果價格是不合理的 價差很大的 你要多多注意 好 接下來 第三信賴的購物平台 譬如Lazada 譬如FB直播平台 Lazada它本身有提供7天跟14天的鑑賞期 這段時間內如果產品是有問題的 你都可以申訴並進行退貨處理 而購物直播平台呢 它會在直播的當下 直接展示產品的實用性 產品的價格 同時開放你做QA問答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式 都會大大減少被詐騙的機率 第四點 知名品牌的官方銷售渠道 譬如說Nike本身的網站 Nike在Lazada的Official Store 這些都是可以信賴的銷售渠道 第五 付 付款方式 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 實際上最流行的詐騙方法就是 付到付款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結帳頁面只有一個選項 就是獲到付款的話 請小心它很高機率就是 除非這是你性愛的網站 或者你性愛的品牌 網路發達帶來許多便利 同時也存在著許多陷阱 今天送給大家五字口訣 茶價信支付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謝謝